Hello 大家好 我是豪哥 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美丽又漂亮的一个旅游博主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米 艾米的旅行 好久没有拍那个滑车人物专访 今天有幸邀请到我们的一个美女博主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一些旅游的经验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艾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的 我其实在上班的时候 我就一直会有利用节假日出去玩 真正的自己出来单人单车自驾游 是从2018年开始 2018年开始 对 我当时是单人单车 开着一辆我的奥迪A3小轿车 然后前往大西北 新疆 这样子一圈走了四个月 也就是你已经做旅游博主 已经三年多了 然后去西藏新疆玩了四个多月 那你在路上有没有碰到一些 什么有没有业遇啊 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啊 或者有没有难忘的事情 那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往往就是旅途中啊 特别难忘的事情 就是就是就是我遇险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车子被限了 然后或者说找不到地方住了 这些地方 那给我们问一下一下 我大概当时自己一个人 开着一辆奥迪A3小轿车 我的小轿车是1.4T 两区前区的 还是两区的 对两区前区的 是一辆奥迪A3小轿车 然后我当时开着它 先到了新疆的 克拉玛伊乌尔河边上的隔壁滩 我进去捡玉石了 你真的有比一个人 跑那么花的地方 对然后进去二十公里的话 全部是没有工庄路 然后全部就是隔壁滩 但我进去的时候特别小心 我非常小心 就是大概走一段时间 我会下来看看路面够不够硬 踩一踩 然后非常小心翼 所以完全没有问题 进去就完全没有问题 那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后面就有大翼了 上一个坡就突然间大翼了 然后当时被隔壁滩的刷子给陷入了 那个画面就是让我自己难忘 特别难忘 然后就是 怎么出来的吧 怎么都出得来 然后最后是拔草 隔壁滩滩也不是说工庄都什么都没有 它有一些紧急 就拔了很多边上的草 你知道吧 垫在下面 对垫到我的前轮下面 然后就是用尽采油门 就是我从来没有采过那么大的油门 然后第一次 然后终于出来了 然后终于出来了 使出各种招数 对各种招数 那就也没有把你丢了 就在那个线很久 也没有 大概应该是两个小时之内 我自己脱空了 那还是很厉害 我很佩服 因为在天地之前 艾米一个人单车去西北 或者那你全国各地地方都走了吗 都走了 都走了 就是单人单车的话 就走的主要是大西北 那你之前都是开奥迪A3的 那怎么让你想到现在坏房车呢 是这样子 我原来开奥迪A3的时候 最开始2018年 我是车顶帐篷 也是睡的车顶帐篷 是露营形式的 然后后面呢 在车顶帐篷在国内这边的话 就会发现很多人会去围观 然后会有些人可能就会 因为我的帐篷还是可以爬上去 我车子比较很矮嘛 就觉得也不是很安全 然后就放弃了车顶帐篷 然后就改到床车 就去到车里边了 2103里边 那很懵嘛不是 因为我一般都是冬天的时候出发 那不冷吗冬天 还行 可以忍受 我还是比较那个 我是冬天 进了阿里地区 西藏的阿里地区 冬天一夜的 那阿里地区冬天是很冷啊 零下30度 零下30度 30度一个人在里面有暖气吗 车子没有暖气 就是当时就是接了一块电瓶 可以那个有电热它 比较一句话嘛 最不怕冷的就是女人 最靠动的就是女人 那你怎么会想到去玩滑车嘛 什么样的音乐全体下来 你去接触滑车 对就是我 从去年9月份的时候 然后在成都展 看了一场房车展 哦 在成都对 看了一场房车展 我9月份的时候 都还没有动那个 买房车的念头 就想好像离我很遥远 我是个玩床车的嘛 然后后面的话 我就想要开始做自媒体 我要需要剪片 一开始没有做自媒体的 对就是像那个发发抖音嘛 然后就像朋友圈一样 就是随手一拍 然后这样发 没有做那个头条 这样子的长视频的这种平台 所以后面我就是 也是路上遇到很多一些 有经验的前辈嘛 告诉我那个说 你还可以做西瓜视频 这样子会有一些收益 对对对 最起码可以补计一下 你的路上的那个路费嘛 然后所以我就想开始做 然后后面发现 我的床车头发太挤了 空间太狭小了 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剪辑 对 就会很艰苦 对 所以呢 我就后面大概是 从10月份开始 我就开始关注房车 然后今年4月份终于买了房车 这边的房车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就是就是卫豪房车的 一号房车 纵床版 这我们去年老款的 对就是就是我去年 10月份的时候 我在跟你们的一个车友就是进姐 哦 然后她是一个女生 她也是一个女生 自己一个人开一辆房车 你们怎么怎么 哪里看到的 我们就是在这边营地 就是当时在这个空中营地 就是我来这边不是看过车吗 来街坊看过车 然后我在这边营地 然后遇见他们 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边 出去玩了几天 嗯 我当时还是住在我的奥迪A3里面 嗯 然后你的车友 就是你的那个车友 然后静姐说 你这住在床车里面太艰苦了 对 然后她自己一个人 她睡纵床 然后她还有一张额头床是空的 然后呢 她说你来住我的额头床 然后在额头床上面住了 住了一周 你知道吧 就这一周是完全完全 彻底改变我之前 对房车的固有的一些印象 嗯 原来我说 哇床车也可以这么爽 就是像家里边一样 嗯 我在那边洗澡 用水用电 嗯 然后再做饭什么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原来的话就是 说啊 那房车你走在路上 什么都晃 什么都想 还得修车 嗯 然后水也不够用 电也不够用 对 什么的这种都是 但是我之前就是 作为床车车友的时候 就不愿意 听到那些故事 对 听到别人讲说 这不行 那不行 可能不能买 算了吧 我又不会修车嘛 我想我一个女的 我也不会修车 我买房车对我来说 可能是个累赘 我这一周住完了之后 是彻底给我种草 对 那你也没看 你有听说过 我们的金姐有到处在修车啊 在那个没有啊 没有没有 我是特地就是 就是因为我住了一周嘛 我就会经常问他 你在车上用的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啊 或者说路上行车怎么样 就金姐他自己一个人 开了这么大的房车 他去了西藏 对啊 对他去了西藏 哇这车还能去西藏 去你上班也去的嘛 我是半路退回来了 车上不去 因为我是进口车 没烧跨月光嘛 对啊 然后他上去了 他说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说 好爽啊 因为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像可以一个家一样 那我就不用再买房子了嘛 你像我在上海买房子 我是属于限购的外地户口 不是上海户口 不能买 限购不能买 然后我虽然在上海工作了 工作了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的社保公积金全部都交 但是他上海的政策 就是对单身人是不友好 那你就是 找个上海人结婚不就完了 就是你得找个人结婚 我话题扯远了 我说聊房车 再继续聊房车 聊房车 对所以我就想说是 既然这样子的话 还不如买辆房车 就我把房子安在路上了 对 而且我还可以随时把它开到 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对 所以呢 然后这就是 就是那一次 做你们那个静姐的那个车 是让我种草特别的严重 让我彻底对房车一个改观 那你现在已经在房车生活了也几个月了 对房车生活了两个多月了 因为你现在做自媒体也有收入了 也可以做直播啊 解释评啊 完全就是一个小家 对对 因为玩过潮池 其实应该玩房车是特别容易接受 特别容易接受 对对 完全是天翻地覆的改变嘛 对完全是 那你现在是下一次的旅行 什么时候开始了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大概是 对本月的20号 15号到20号的样子出发 前往去新疆 那要么我们一起去 不然呗 太好了 对吧 你可是大摄影师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可以帮你拍点人下声明 没有问题 然后还在 我站在我那个车友的角度上问一下 那你这几年有收入吗 现在做自媒体已经有收入了吗 够你旅行开销吗 这个大学是比较关心的 说真的吗 就说真的 就是说真的嘛 就是我 我算是就是自媒体这块比较 不是很成功的 然后虽然我抖音粉丝有20多万 但是没有什么变现的渠道 像我之前我的粉丝 我当时都是在西藏比较偏远的地方 商家呢其实根本找不到我 没办法寄东西给到我 就从商业变现没有 然后你再是要靠直播的去打赏的话 我这边也没有去做一些就是直播打赏的PK类型的这样的事情 那也就是你现在基本上没有收益 对相对来说 视频收益也没有这一块 自媒体就是西瓜视频最近刚开始弄嘛 中视频 中视频 对 有收益了应该 目前还是有 但是很少 很少 很少 关于这么一点方面 我到时候可以在里头中给你一些建议 然后我也是期待我们这次旅行 我们可以一起用 然后我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粉丝的一些流量的一些东西 谢谢 那还有一个给我们一些粉丝一些建议 你在玩房车的过程中 在一些用的一些过程中有什么特别需要跟我们车有一些 就是买房车的时候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你买的这台是二手车是吧 对我买的是二手车 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根据个人经济能力来说 对我选择一个二手车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我买的是一辆单拓展的一个房车 然后它是一个只有一个额头床 它下面没有固定床 但是我觉得其实下面有点固定床会更方便一些 因为我是二手车我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肯定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用的是水压垫够吗 水的话我可能基本是三天得加一次 因为我的水压小 我买的二手车它是两年前的产品 对所以不像现在 水压多大现在 我现在水压是180 那水压小了 你们是 电呢 电是现在加到820 里电了吗 对820里电 那开车还行 对对对 但是我的车子就是它还有一个冰箱比较费电 哦你是三能源的 对对 我记得当时说你们那个车 静姐说他那个电 他那个冰箱一点都不耗电 对啊12伏的肯定不耗电啊 对对对 几十瓦呢 你那个耗电有一两百瓦呢 三能源特别费电 而且这个效果也没有我们那个好 嗯 那你最好下次不行的话换个冰箱 先玩一段时间再看看吧 对 你看二楼的售后车街 对好多三能源冰箱换一下 你们看到吗 我看到了 好多吧 对对对他们都建议我说换一个冰箱 但是对我来说刚买了一个 已经买了一个房车了嘛 对 已经是很大的一个 头路了 对很大的一个支出了 嗯 所以我想再先玩一段时间 嗯 因为这个三能源冰箱不但是很国际 我们就不再开去了 对对 然后我们继续聊旅行 那你走了那么多的地方 最知道你 那些改动的地方或者最喜欢的哪些地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是这样子 我2019年呢我是单人单车 开着我们的奥迪A3国产车蓝牌车我进了俄罗斯 去俄罗斯去了 对去了俄罗斯 然后回来之后又去了西藏 然后在青海 主要是在这个大的区域 还去了在冬天去了那个黑龙江 冬天去黑龙江 对冬天去黑龙江 你是不怕雷 那你俄罗斯去那个西古利亚了 我是走到莫斯科了 走到莫斯科 欧亚大陆横穿了 你也去欧亚大陆了吗 那个就是只在那个跨到欧洲进了 你就没有进欧洲就还是在俄罗斯里玩 对啊俄罗斯 那你签证是做就是拿着俄罗斯签证吗 对俄罗斯的签证 它只有一个月吗 只有一个月 那你就就就就去一路开过去开到莫斯科为止 开到莫斯科 然后原本是准备哈萨克斯坦出 哈萨克斯坦出 但是没有出 然后就原路又返回来了 哦 那你可以哈萨克斯坦出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那个那个新加里边可以进啊 对对对 你没走那条路 对但是当时那个签证遇到一点问题 时间不够了 所以就 但是我在那个俄罗斯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进俄罗斯的第一天 我当时车子上面安装了一个逆变器就是把我的车子别的电源逆变成220 我在车里面又不是放了一个电饭宝 不要做饭 结果就发现好像我在国内弄的他们保险断掉了 然后我在国外就没办法了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就把那个车箱这个车门打开呢 就是前车盖给打开 引擎盖 引擎盖给打开 然后完了我在那边 在修 正准备看我说怎么修呢 当时俄罗斯的大叔 一个大叔就是应该是看早上的时候正准备赶着去上班的时候 他就非常热情的过来 主动上来说你需要帮助吗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要求 我告诉他我什么问题怎么了 你怎么交流的 我们因为他们说俄语 翻语软线吗 对 我们说英语他们也不能交流 因为是第一个刚进俄罗斯的境内的远东地区 第一个市 赤塔市 然后他们那个英语都不是很方便 然后呢我们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 有个翻译软件直接在那边现场 他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交流清楚 然后他把电话 对 他自己车上全部都带的有那个工具 然后就帮我弄好了 这个是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做一个采访 我也之前采访过好多的车友 他们都跟我分享过在国外 好多的人都会非常乐于帮忙 对 特别 而且国外人他们自己的动手能力 其实比我们国内人动手能力还强一些 对国外的人来说包住陌生人 对他们是一种无少的这种有荣誉感 也就自好感觉他们非常乐于包住人 还好就是我在那个 你现在我在 因为我都是冬天进的西藏 青海 在这边这边境内真的是太多 好心了很多 太多太多热情帮忙的人 我的车子要是被那边陷了 就是说我之前就走过一段就是从那个落龙 往那个蜘蛛寺这个地方穿越的一个 有没去过 对没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有50公里路 特别特别的难走 全部都是落实 落实路段 塌方路段 但是我当时是问过当地人说能不能走 当地人说你慢慢走是可以的 然后结果然后走进去之后真的发现 这条路太难了后面我就开不了了 然后那条路上呢就是我整天只遇到一辆车的 非常幸运的 就是那一辆车被我遇到了 他从我的车我来的方向过来的 然后因为他只能通过一辆车 我的车把它挡住了 当然呢我也是先下来跟人家来下来打招呼 说我的这个车我这个地方我不敢开了 他把你开过去吧 对你能不能帮我开一下 你就是这段开了给我开上去 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开 开完之后我又说我害怕 他怎么下来 他怎么下来 他在走下来 他走下来 然后我在跟他说 因为前面还有多长的路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开 你能不能跟在我的车后面 然后完了等我这段烂路走完之后 你再再离开 他说可以 所以其实如果那条路按照当地人的速度 应该是可能是十来分钟就开出去了 我大概硬生生开了将近有不到一个小时 但快到一个小时给人压了那么久时间 但是人家是没有任何怨言就跟在后面 但我知道那个人肯定是男的 哈哈哈哈 对吧 但是真的特别认识 他也是一个人吗 对他也是当地人一个人 我没说错吧 开个车子 那个男的是我的 我也肯定两个小时我也跟着 哈哈哈哈 没有就是说真的是很这个心 就是 还有吗 而且我当时是一月份进的冬天 一月份进的阿里 阿里地区 你车子有点我们话说有点桌子的节奏 一月份是最冷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其实床车嘛 尤其像我的A3很小的床车 我夏天就是天气热的时候 你是俩去啊妹子啊 对我热的时候不适合出去玩的 我在车里面没办法住 所以我要在车里面又能住的时候 就是只有冬天了 冬天或者深秋这样的 深秋 好说说里面住太木了太热 对否则我在车里面没办法 但是你冬天也很冷啊 但是我 外面有下雪啊 那个冬天那个 那里地区都有下雪 我就是喜欢就是去跑斩一些 挑战一下年轻人该有的那种那种魄力 然后呢又不怕靠动 靠动能力又强 我走我走 对对对 我在珠穆朗马峰就是珠峰大本营那边 你要去哪 对然后零下30度的时候晚上住在车里 那你是盖云被还是盖什么 盖那个 盖家里面的被子 但是又会有那个就是抓绒的那种 抓绒的那种 贴身盖抓绒的胆子 比较抗动呢 外面喜欢玩的妹子心都野的 要找一个跟他一样爱好的人 才收得住他的心 一般男人我估计都收不住你的心 对如果是真的能有 也不说是什么样一般的男人 就是最好是有能知同道合 对肯定 我们彼此的价值观是相同的 对对 这样子如果能找到一个这种道合 又能在一起在路上出去玩的 那当然是非常完美的 对 好哥的粉丝们或者艾米未来的粉丝们 可以直接在头条上给她发事情 哈哈哈哈 因为我这个视频出去艾米跟我说 好哥我现在两个人自驾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希望有一天 哈哈哈哈 我也是希望我们这么漂亮的艾米 在旅途中 未来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也继续未来你的旅行生活 这条路可以走好了 可以作为一种职业 一直走下去 找到一个跟你 能一起外面旅行的 那种这样的一个半 我觉得特别适合 好吧 对对对 今天也感谢艾米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感谢 谢谢艾米 谢谢艾米 你的西瓜视频叫什么 我的西瓜视频叫艾米 艾米的旅行 OK 记住我们的艾米艾米的旅行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朋友们 拜拜